在未不過45天的鷹向特拉斯 領得卻是終身俸禄 根據英國政府規定 特拉斯依然享有卸任首相公職津貼 每年最多能請領11萬英鎊 超過台幣410萬元的費用 雖然這筆津貼才時報時銷 不能提前領取 也不能用在私人生活上 但它是終身有效 而特拉斯的任期之短 自然讓反對派心聲不滿 認為特拉斯沒有申請津貼的資格 先前英國小報在網路上開直播 把特拉斯的照片放在一顆窩痣旁邊 嘲弄他擔任首相的時間 跟一顆窩痣的有效期限 看看誰更短 沒想到特拉斯上任短短45天 就讓窩痣拿下勝利 影片引起熱烈迴響 甚至俄羅斯前總統麥維德夫 還發文恭喜這顆窩痣 諷刺特拉斯的意味十足 還有長年住在首相官邸 唐寧街10號的英國國貓 兼補署大臣賴瑞 在特拉斯請辭後 賴瑞的官方貼文幽默表示 鬧志實在拖太久 所以查爾斯國王 乾脆請他接掌首相 先前強聲黯然下台時 賴瑞也在社群媒體發言 表示首相只是暫時的過客 而他會是唐寧街的永久之名 現在看來所言不假 環宇新聞 劉千文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